第2483集 徐圣龙文言面色一变,连忙摇头道 大哥,我怎么会这么想? 别说是宝物,就算是我这条命,大哥想要拿去 我徐圣龙也不会有哪怕一句怨言 他深吸一口气道 我知道了,既然大哥你这么说 这没反天丹,我便收下了 徐圣龙眼中光芒闪动,极为感动地看着叶辰 一直以来,他都是将自己当作叶辰的随从,下属 他对叶辰忠心耿耿,是义务,是应该做的 可叶辰完全没有必要像是对待兄弟一般对待自己 但又有哪个做下属的 不希望有一个将自己当作真正的朋友,兄弟的主公呢? 徐圣龙咬了咬牙,强忍着想要直接吞下反天丹的冲动 对叶辰深深一拜道 能跟随在叶大哥身边,我徐圣龙这一生死而无憾 叶辰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小子,别废话了,快将这反天丹服下 徐圣龙口中发出了一声唬吼 再也无法忍耐,一张嘴便将那反天丹吸入了口中 下一刻,滚滚要力充斥在徐圣龙的四肢百骸 几乎要瞬间将徐圣龙整个人都撑得暴力 徐圣龙发出一声震天的大吼,连人形都无法维持了 瞬间化为了一头金毛大虎,强烈地痛楚,撕扯着他的身躯 疼得他在这暗冤之中疯狂地打滚 大地不断地震颤,叶辰布下的阵法光芒狂闪 若非有着阵法,整个暗冤恐怕都要在徐圣龙的翻滚之下崩塌了 叶辰沉声喝道 圣龙,坚持住,越是疼痛就说明这反天丹对你身体的改造越是深入 你反祖成功的机会也越大,一定要坚持住 眨眼间,徐圣龙那纯金般的毛皮便被鲜血染成了鲜红之色 祸碎的内脏从其口中吐出断裂的骨骼割断了肌肉 浑身上下遍布着猙獰的伤口 他的血肉骨骼经脉,甚至是神魂,以及那构成身躯最基本的元素 似乎都在反天丹要力之下发生着质变 可这变化是机遇,也为徐圣龙带来了无穷的危险 使用反天丹进化失败,可不是保持原样那么简单的 而是很可能整个身躯都趋于崩溃,连活都活不下来的 就在徐圣龙的腰躯几乎无法承受那恐怖的要力 趋于爆裂之时 那在其体内肆虐的七色要力之中 突然涌现了一抹淡淡的月色光滑 这月色光滑宛如一层薄膜一般 笼罩在了徐圣龙逐渐破碎的虎躯之上 原本意识已经开始模糊的徐圣龙 突然感觉到,在这月华之力的刺激之下 自己身体内部,隐约间似乎有什么要觉醒了 徐圣龙猛地睁开了双眼 入目的一切却让他微微一愣 此刻他哪里身处什么暗冤之中 而是来到了一片无比广阔的草原之上 这草原散发着古老莽荒的气息 仿佛并不属于如今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徐圣龙呆呆地看着眼前出现的异象 他知道,这是不属于他的记忆 这是他的先祖留存在血脉之中的古老记忆 突然之间,一股将整个天地都踏在脚下的霸气 自徐圣龙心中涌起 他情不自禁地高昂糊手发出一声咆哮 草原上那无数强大的生灵 似乎都在这声呼啸之中微微颤抖 对着徐圣龙所在的方向俯首称臣 徐圣龙仰望苍穹 只见高空之中悬挂着一轮无比硕大的血月 而这血月仿佛一面镜子一般 倒映出了一头浑身赤红 额头上带着一道心悦纹路的猛虎之形 徐圣龙虎目一阵 这就是赤月虎王 这就是他的血脉 他乃是赤月虎王的后裔 突然之间,整个幻境瞬间崩溃 暗冤之中,徐圣龙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眼眸之中 那身影他无比地熟悉 看到这身影的瞬间 徐圣龙心中便涌起了一股景仰之情 这身影的主人自然就是叶臣 不过看到叶臣之后 徐圣龙不由地微微一愣道 叶大哥,你怎么变小了 变小了? 叶臣一笑道 是你变大了而已 徐圣龙一惊 缓缓地从地上爬起 全身上下都是一阵剧烈疼痛 将他疼得一阵呲牙咧嘴的 他微微一低头 双目之中却是再次浮现震惊之色 只见此刻自己的腰躯长达百丈 足足是之前的十倍之距 而且一身皮毛 已经彻底化为了血红之色 他猛地想起 自己看到的那古老记忆 徐圣龙喃喃道 叶,叶大哥 我凡祖成功了 叶臣微笑道 你感受一下体内的力量 徐圣龙闻言眼中爆发出了一阵激动的光芒 他口中发出一声唬哮 体内的腰力缓缓运转 这一运转 徐圣龙便是面线惊悚至极的神色 一股惊绝天地的恐怖气息 自徐圣龙体内狂勇而出 甚至让他有一种一抬脚 就能将大地踩为粉碎的错觉 他的力量比之反祖之前 何止强盛了千倍万倍啊 如今的他赫然已经突破到了补天镜后期 甚至快要接近巅峰了 不止如此 他的身体素质 生命力 神魂之力 更是全方位地提高了 还有那隐约感受到血脉之中隐藏的力量 他知道 那是赤月虎王血脉传承下来的天赋神通 虽然现在徐圣龙刚刚觉醒了先祖血脉 尚且无法掌握这血脉神通 但他却能够体会到 这力量有多么的恐怖 而且即便是没有掌握这血脉神通的情况下 此刻的徐圣龙甚至都有信心 与半部乾坤镜存在一战了 若是他能完美运用自身的力量的话 甚至能够拥有匹敌一般乾坤镜 一层天舞者的战力 这赤月虎王的血脉太逆天 简直要令人疯狂啊 而且此刻徐圣龙周身散发的妖气 精纯浓郁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即便是传说中的玄妖圣子 也不过如此吧 能够觉醒赤月虎王的血脉 对于徐圣龙而言 可谓是天大的机缘 徐圣龙无比感激地看了叶辰一眼 这一切都是叶辰赋予他的 当即徐圣龙以着虎王之躯 对着叶辰低下头颅道 叶大哥的恩情 我徐圣龙永世不忘 叶辰淡淡笑道 你我之间又何必说这些 徐圣龙的强大就是叶辰的强大 他知道 徐圣龙和血龙以及小黄一样 永远不会背叛自己 不过因为小黄和血龙的特殊性 这丹药对他们并没有用 给徐圣龙没什么不妥 徐圣龙点点头 他身形一动 便化作了人形 此刻的徐圣龙 已经不再是一身金袍 而化作了一名赤发血眸 一身红袍 虎木之中带着 极尽霸道之意的英俊男子 而在他的眉心处 隐隐有一枚心悦纹路 不过很快 徐圣龙便是周身光芒一闪 变化成了进入暗狱之时的模样 叶辰道 好了 你已经反祖成功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圣龙 为我护发 徐圣龙双眸之中赤芒一闪 极为严肃地应了一声道 是 他浑身妖力汹涌 叙事待发 死死地盯着暗冤入口处 似乎连一只蚊子都不会放过 叶辰笑着摇了摇头 这家伙即便是反祖成为了赤月虎王 脑子里也还是缺根筋的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才是原来那个徐圣龙 下一刻 叶辰盘膝在地 缓缓取出了另一枚七色丹药 正是那枚药力更强的反天丹 叶辰盯着这反天丹 目光闪烁不定 这枚丹药才是真正的主丹 其中蕴含的药力有多么恐怖 可想而知 几乎是徐圣龙使用的那枚反天丹的七倍 徐圣龙见状不由的神色一变 面庞上出现了浓浓的担忧之色 有些惊慌地开口道 叶大哥 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服用的反天丹 比叶辰的小 要说些什么 而是在担心叶辰 徐圣龙可是很清楚 服用反天丹有多么痛苦 多么的危险啊 连自己服用的那枚反天丹 都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叶大哥 这是直接要服用药力 更为强大的反天丹呢 这七倍药力的反天丹 若是瞬间爆发出来 造成的破坏力 可能是自己服下的那枚反天丹的上百倍 叶辰微微一笑道 放心 一枚丹药还杀不死我 这倒不是说叶辰拖大 论体质 生命力 他还真没怕过什么 下一刻 叶辰便是手腕一动 直接将这枚丹药抛入了口中 轰隆一声 这丹药入口的瞬间 澎湃的药力 便化作了一道七色光焰 将叶辰的身躯 完全吞噬 熊熊燃烧了起来 感受着那惊悚的药力 徐圣龙面色微变 若是没有这阵法的遮掩 如此恐怖的凌厉波动 恐怕会引起整个暗喻的注意吧 那七色火焰 不仅是在叶辰的体表 甚至是身体内部 乃至神魂之上 都燃烧了起来 叶辰发出了一声狂笑 无比剧烈的痛苦 折磨着他全身的 每一分每一寸 瞬间 叶辰的身躯 同样被鲜血所染红 面线不忍之色 徐圣龙的意志力 已经极为强大了 可在那样的痛苦 与伤势的冲击下 都是差点无法支持 昏死了过去 如果没有那 月华之力的滋润 恐怕 他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